-3G打2G啊 打一套以后瑞兹闪现上来 补上来一个W的谱文进过 成功的拿下来端超平在里面 先把你招打出来 再考虑下一波 但因为花费了非常多队在上路的关系 是让防普拉斯得到一波对下路动手的机会 这一下布隆被突以后遭到击杀 虽然瑞兹TP进来但这个位置也非常不妙 只好给自己 哇大招 可是这个苗表看起来 时机不是很好啊 苗表摁得有些极限 他一开始想省 蓝色帮进步阵型也不错 率先动楼 同时帮顺利地拿下 分两条路撤退 这样的话阵型会被蓝色帮走隔开 好 这一个大招击飞了四人 效果非常卓越 特别来 船长也是被打出了闪现 不全维持的话 你可以看到家里 还是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发挥空间的 这一个杜朗木顿的嘲讽 只能嘲讽到一个西威尔 依旧是个西威尔给A垮了 这一波帮帮拉斯接的 这一波团接的不是很成功啊 这一波有可能要成为一个局势反转的点吗 看一下EZ不测试 布隆跟 对 我有点个弱节 EZ还在不停地输出 比出了布隆一个闪现 这边一个强行的进场 看一下AJ一个人扛四个 自己还非常热 但是吃了塔姆的一个吞 这是有个百分比的伤害了 突出之时一扛 但是林北翔 自己有点扛不住了 轮子板一标 收到了EC AJ还在扛 普斯芳四个人一起直追 又是再加一个毛僧 还有一个克里斯 也要留下 蓝斯芳好不容易苦心经营 这个时候选择一波开车 强行想留一个AJ 但是AJ很肉啊 又来一个弱的帮他一起扛 身上有个守护者 两个人同时套战 非常之手 塔姆现在已经都不敢吞他了 要留吞去保护自己的队友 但是怎么能保护自己呢 加利奥 选择保护一下塔姆 这样的话 恐怕这两个人要双双比命了 随波 看到说加利奥已经尽力了 但是砸进去以后没有用啊 而且那个AJ 扛了老半天 这个亚迪纳普尔的飞起啊 对 先走住林卫将 EJ再度被秒 布隆顶的蹲加往前走 接下去 但是 但是 已经有点 不得已的一个举动了 特点的一个大招滚向中路 这个位置的话 秒的还可以 左翼是选择交产线 被隔墙给顶上来了 这一波的顶已经顶出来了 所以就跟着过了墙 牛头用一个WQ小救一下 左翼利用大招 稍微拉开一点身位 然后因为阿斌是选择 秒表的关系 没有办法进一步的来输出 亚迪纳是成功的实现了 这一波的反杀 下面的位置的话 塔利克宇宙之光落地 这么一来的话 是无敌一段时间 芒普尔只要选择撤退了 第一次是选择起站 起走 而且Scar应该是要上马了 上马了 在A一波 但是又有一个精神 亚迪纳再一个精神 刚才应该是偷来的 是 太到 AJ这波是想打 因为吸血鬼是一个急跑的 但是红四方借了一个 和藤迅接线直接撤了 阵型被分割成两开 弱的 一个人大招捡了一个控制 扛在前面 承受了EZ大部分的一个伤害 还顶着一下柯列 柯列这波进场 想配合宝石 三个人沐浴心光 派会被堵在了一个龙坑里 机会这波AJ强势进场 以抗四 牛头再接控制 这波瑞兹带了三个队友走 但是留下了可怜的挖掘机 一闪大招 W的一波 虽然说这一波 觉得不会抢天水 但是叫高地盘 就是很妖命的 你看柯列正面撞上来 撞上来 侧面有个挖掘机 挖掘机想开吗 现在牛头状态并不好 只有一丝血了 EZ过来一跳 但是被凯莉塔吸回 挖掘机想进场 但是瞬间就被秒杀了 保持给均购 沐浴了一个星光 但是MAZG 直接开了一个机身 做了一个应对 瑞兹又是开车 但两名队友回去 但是这边跟上出出 这是凯莉塔的 一波收割 拿到Double Kill 击聚 将一个闪现 还有一个阿兵 也要被留下 成就SKS 我们第一场了呀 公司方先插一个视野 克雷选择了一个开车 应该还是要撞到一个牛头 牛头又是帮助自己的队友挡住 大招又是解调控制 通在前面 先把克雷打成一个半血 阿兵交出自己的闪现 这样的话 新鲜鬼再度进场 闪现控住两个人 阿兵一个精神 走了带两名队友 但是Jingo怎么办 要被留下吗 一个E技能拉开 Pepper在侧翼 这是一个挖掘机 有机会突进后板 牛头 再次牵手起克雷 克雷被打下马 应该要受到四个能轮番轰炸 这样的话克雷先倒 在屏幕的上方 阿兵也被堂皇找下 看一下 堂皇再度越枪而来 拿到WQ 还要找林卫强 自己复活甲根本就没有掉 林卫强不于顽抗 拿到了一个复活甲 但是自己已经死了 这仅仅是一个复活甲而已 这里最后的挖掘机 交闪现过强 但是对方直接交两个闪现跟上来 索一在团战中的闪现 是无止境的 拿到回家整补一波 中路带着冰箱